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饭都不想吃 看你这愤青的药 人家那也叫爱情嘛 倒也是 这天底下的爱情还真是 种类繁盛啊 诶 你听 好像是 暗恋桃花源 对 我记得呀 上大学那会儿 我们还在相会堂里演过来着 还记得 你演江冰柳 我演云之凡 那会儿排练啊 让你抱我一下 你还脸红呢 现在不会 话说 我们好像是最后一届 在相会堂里表演过的学生了 是 从那以后 相会堂就开始整修了 这一修修到现在 之前咱们还说 要到这里来拍毕业照 也没赶上 现在回学校 感觉一切都还没变 只是 相会堂还是不让进 那 相会堂的事情 进展得如何 嗯 还行 还行 就是 还行什么 嗯 是不是他俩 最近效率很低 没有 没有 他们其实一直都有在做事情 公公呢 一边要忙着家里的生意 一边要顾着我这里 韩瀚也是 各个地方跑业务 也算是 拉到了很多合作的机会 就是 就是没有好好做一件事情的想法 对不对 他们各有各的任务 学校这边 我这几天必须得给答复了 如果 接了熊老板的片子 那这边可能就 就 亲爱的 不是我故意要说你 只是 既然大家一起做事情 不就是为了减轻负担的吗 我对相会堂 也有很深的感情 要是能在新建成的相会堂里 看你拍的纪录片 那该多好啊 我也想这样 但是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 我们真的打算明年结婚的话 接了熊老板的片子 我们就有买房的钱了 至少是 首付啊 我也考虑过这件事情 我也想早早地跟你稳定下来 确实需要考虑买房的事 上海的房价 又这么高 是啊 可我不是 也想支持你 做你想做的事情吗 这是什么 我前几天 跟一个复旦的历史老师开会 听说你要拍纪录片 我今天来复旦就把他搞到手了 他说其中的好些啊 都是一位老校友 捐赠给校使馆的 这好多老照片啊 对啊 你看 这张啊 好像是两个学生 在给村民宣讲呢 黑板上写的是 大刀 是什么字 没文化了吧 大刀进行曲 大刀进行曲 哎 这首歌我还会唱呢 是啊 唱也给我听啊 这首歌我还会唱呢 这首歌我还会唱呢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英勇的八路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亲密团结勇敢前进 看着了敌人 把他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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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啊 大刀向 为他们的同胀看去 全面有英勇的八路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亲密团结勇敢前进 看着了敌人 把他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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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啊 把他消灭 为他们的同胀看去 各位乡亲们 黑板上的这些字 大家都记下来了吗 我并不指望你们在一个晚 一个晚上 就能把这些词都记下来 但你们可以边唱边想 反复几遍 这样歌词里的这些字 你们就都记住了 好 我们再来一遍 大刀 日本人的野心啊 可不仅仅是占领东北华北这么简单 他们想要的是逐步占领整个中国 东北华北沦陷了 其他地方也就不保了 所以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当然和我们有关 大刀 大刀 理由不太多 但从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拿过来通知我们不都一样吗 原来刘湘在的户口 我们教主教量出户里 现在蒋介石和闺蜜当来了 我们一样也是教主教量出户里 甚至教理量出户里 还更多了 日本人怎么再来咯 跟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来说 有啥子印象吗 刘湘也好 蒋介石也罢 都是中国人 可日本人就不一样了 日本人在南京屠城 屠杀我三十余万同胞 奸淫武略 有的小鬼甚至比赛杀人 看谁在一分钟内砍下的脑袋躲 乡亲们 如果我们真的彻底战败沦陷了 那么南京同胞们的昨天 就很有可能是我们的明天啊 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 中华民族只要团结一心 那么最终的胜利 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说得对 中华不能往 好大娘的小日本 两老子还很期待 要给他战斗到底 战斗到底 战斗到底 我们现在就上千贤 看死一个龟子 说得好啊乡亲们 乡亲们乡亲们 大家先坐下 我非常理解大家这种热情的心情 但是呢我们抗日旧国啊 也不是一定要上前线杀敌 我们在后方搞好大生产 让前线的士兵们不愁吃不愁穿 这也是一种爱国啊 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们这个国家就一定会富强 对只要我们每个人都 好下课 老师再见 诶诶诶想起来回去 多看看词诶 诶 你呀以后对待村民 不要太激动了 他们都是种地子老百姓 不通过高涨的热情 如何负重 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这句话你只明白了前半句 跟他们讲道理 他们能听懂多少 但你也不能只是给予他们三分钟的热情 你要从精神上去武装他们呀 等不及 我耐心不够 既然你能够小之以礼 那我就负责另一半了吧 可是 大豆像鬼子们的头上看去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叫我如何不想他 啊 月光 恋爱着海洋 海洋 恋爱着月光 啊 啊 这般迷思的音乐 怎么不继续唱了 这首歌前面的好听 后面的差不多都一个意思 一首歌唱一半 就像讲故事讲了一半 不知道何时才能看到结尾 你看 你又开始惆怅了 维华 其实有时候 我自己都有点怀疑 我们真的能胜利吗 怎么不能 上次听陈旺道教授上课 他就说了 当前这场战争 它不仅仅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 它是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虽然德国和日本短期内的进攻势头很猛 但毕竟都是小国 从资源人力的角度来看 也都快到极限了 而且从长远的来看 有时候想想未来 还真是恐惧的可怕 这场战争 不知道还要打多久 等到胜利的那一年 那一天 我们这些人 又会在什么地方呢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想 这样的乱世 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又哪是我们自己能掌握的呢 我们能做好的 也只有过好当下吧 可有时候我却想 红的应该感激这个乱世呢 感激这个乱世 要不是这场战争 我一个北方人 你一个南方人 又怎么会在这里遇见呢 维华 你知道吗 有时候啊 我闭上眼睛 我一闭上眼睛 就看见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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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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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很好 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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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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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会很好的 如果这场战争我们打败了 那我们就真的都成了王国奴 丧家狗 也只有这场战争胜利了 才有我们每个人的未来 魏华 每次看到你 我总是对未来充满着信心 只是 这一天 会在和时 微风吹动 亮我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他 月光 黄帘爱着海洋 海洋 同学们 放下你的鞭子的巡演 今天起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在整个重庆巡演了13场 每一场都是爆满 筹集了大量的资金 社会各界 也都反响热烈 这些都是对你们的付出的最好的肯定 过去两年啊 建于我们能力经验资金方面的限制 我们排演的呢都是一些情节比较简单 出厂人物比较少 道具也比较简陋得起 但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个层面上 我们要挑战自己 暑假里面呢 我看了一些剧本 最近 我决定 这个学期 我们就演 郭沫若先生的 屈原 这个戏呢 情节比较复杂 出厂人物比较多 单凭我们巨社自己的人力 恐怕还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还有劳 巨社外的同学们 这还是个古装戏的 是很有一些难度的 之前通知大家看剧本都看过了吗 看过了 老师 老师 之前假期的时候 您跟我提过 李尔王 北京人 还有凤凰城 这三部剧本 可是为什么最后 我们还是要决定演屈原呢 这里头啊 有我自己的一点私心吧 小时候读史记啊 觉得里面最动人的篇章就是 此刻列传 项羽本记 还有就是 屈原夹身列传 屈原这个人物呢 尤其打动我 而且屈原这个剧本呢 把屈原的一生 融缩在了一天的时间 清洁紧张 矛盾集中啊 读起来有酣畅淋漓之感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尽管问 李老师 我想知道 既然是部古装戏 以我们现在的状况 服装和道具能解决吗 学校会从经费当中播出一部分 来给我们制作五美道具 这点你就不用操心了 那我不提这个 这个本子难度这么大 还有剧社里来的新人们这么多 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吗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那我还想问 为什么分给我的角色 是男后而不是禅娟 男后这种角色 只怕看完以后 观众都牙痒了一样吧 一个好的演员啊 应当是能够升任各种角色的 不管是正派还是反派 你之前演的都是一些正面角色 你就不想演一个反派 挑战一下你自己吗 不想 之前听说 连大的剧社演威尼斯商人的时候 演夏洛克的那家伙 被台下激动的观众 拿石头砸昏了过去 我可不想这种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 那按照你的意思 你是想找一个 替你演反派的倒霉蛋被砸晕 然后你自己去享受 观众们的欢呼吗 总之我不演男后 夏浅 你别这样 你说的那个是个特例 绝大都是观众 还是分得清什么是戏 什么是现实的 上次演放下你的鞭子 我演那个多多的父亲 观众们也没有把我怎么样的 反而每次羡慕 都给我很多掌声啊 对啊 夏姐 对啊 一个戏最终的效果如何啊 有时候恰恰是那个反派所决定的 而人呢 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潜力 来 夏姐 读一下这段词 你不说你的心我也是知道的 不过这就是我的性格 我喜欢繁华 我喜欢热闹 夏姐 之前你演四缝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你不说你的心我也是知道的 不过这就是我的性格 我喜欢繁华 我喜欢热闹 我的好胜心很强 我也很能够记住 这种人关注不好的身上 三女大夫 你怕是会觉得我是太自私了吧 夏姐 你能认真点吗 我说了我演不来啊 你这分明就是态度有问题 你稍微认真一点 也不会演成这样 那你演 别怕我平时做舞美 我要演都比你读的好 那你现在演一个 来 我们看秉文演一个群人的雷恋颂吧 你能读出雷电颂 我静远难后 行了夏景 你就别难为他了 秉文 秉文他就没有演过戏啊 这个是他自己说的 夏景你今天怎么这样 你知道他没演过戏啊 始终的一天 你觉得他也没演过戏啊 你胡说的 你胡说是 你胡说的是 我偶然 你胡说是 我偶然 他也不认识 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尽管你是怎样的咆哮,你也不能把他们从梦中叫醒,不能把死了的吹火转来,不能吹掉这笔铁还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但你至少可以吹走一些灰尘,吹走一些沙石,至少可以吹动一些花草树木,你可以使那洞瓶湖,使那长江,使那东海,为你翻波涌浪,和你一同的大声咆哮啊。 你看,只要认真,也是能读出感情的吧,有些事情,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态度的问题。 考验了,小姐你看,明文身为舞美,都能把台词读得这么漂亮。 你之前读成那样,不惭愧吗? 李老师。 我不喜欢这个角色,我不想演,如果演不了《禅娟》,那我就不演了。 你怎么那么婆婆妈妈,不想演就别演。 就是。 小姐啊,我不会强迫你,但我希望你能够好好地考虑我的建议。 你一定能把这个角色演好的。 李老师,我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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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你很喜欢她的。 李老师很喜欢她的,我演得。 李老师,你很喜欢她的心意。 李老师能够透过。 李老师准向她的adoan态, 那我们可能要考虑坏人了。 李老师看起来。 李老师,我考虑了她的好人, 李老师见过去了。 李老师。 下姐 下姐 若萱 若萱你慢点 这次我一定要忘个水落石出 咱们一定得这么跟他们对着干嘛 我要搞清楚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有问出来 你不要忘了咱们当时加入军事的目的 我当然没忘了 可是我们什么也没问出来 你也是知道的呀 那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这群学生活该被他们欺负呀 那我肯定不行呀 那你去问 我是说好一块去吗 不是 你是男子汉呀 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冲呀 我在后面啊给你撑场子冲 走 好 去就去 去 下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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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个课间了 你一直在哭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让你难堪的 我这个人 平时话不多 但是对于剧社 我可能比你们谁都有感情 我没有父母和兄弟姐妹 所以这是我的家 我为她做什么都愿意 而且我 我只是 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演好这个角色的 毛若萱 你说谁呢你 我 我说的就是你们剧社 毛若萱 你不要在孙老师的课上指三马槐 我们剧社演出的所有款项都上交给了学校 用于建向灰堂盒给酷男生发补贴 这学习酷男生的补助不是提杠吗 我敢说 你领到的补助里面 有一份就是我们剧社演出的收入 哦 是吗 只怕上交的是小部分 你们自己结余的才是大头吧 你 你不要在这里睡口喷人呀 那你想想 今天你们夏井同学排练的时候 说了点什么 我 你说啊 你觉得演出没有酬劳 你一个千金大小姐都在这里哭穷 那我们这些穷学生可该怎么活呀 之前孙老师还说过 不受制约的权利终究导致腐败 那你们剧社有人监督吗 有人来查你们的账吗 你们每次演出卖了多少票 收了多少钱 又卖了又查 有谁可以证明呢 若萱 你这就是欲加之罪了 剧社本来就缺人手 哪里还能腾出专门的人来管钱做账 而且每次演出的场地不一样 有时还有佳作和战票 对啊 零零碎碎 确实不是那么好统计的 但是我可以以我的人格担保 剧社演出的所有收入 确实都上交给学校了 秉文 我相信你 但 但总有些人是会利用别人的信任来谋私利的 他说谁呢 就好比当初马英初教授 对孙科兴的为人也是身心不疑的 但这并不妨碍他抨击孔祥西 宋子文 这些人大发果难财呀 没错 这些去补助市长那么点 那乌加又涨了多少呢 去年这个时候 我们这些穷学生还能集体凑钱 下馆子吃了肉 那今年呢 三个月了 我已经整整三个月没吃一口肉了 整天就是咸菜糊涂下饭 都瘦了哦 可我觉得 剧中有些人 特别是女主角 儿子过得倒是愈发的滋润了 什么 夏静同学 你就不要狡辩了 我看呢 你们剧社的调节还真是好 还要给你们做战国时期的服装和道具 我们连自己这个时代的衣服都穿不起了 有些人还嫌自己的角色不够好 这位夏静小姐 你每天的首饰可都不重样呀 啊 我们这些熊生饭都吃不饱 你每天打扮得光鲜亮丽的 这钱从哪里来 我们不得不怀疑呀 另外 你们刚刚说 你们剧社的钱都已经上交了 那你们用哪来的钱去做战国的服装和道具呢 学校之前看我们演出条件太过艰苦 好好说 于是特意从我们上交的收入里面 剥回了一些给我们 对 让我们把戏做得更好 这既是对我们的一种肯定 而且戏做得好了 也能吸引更多的观众 这不过分吧 也是哦 之前重情方面有评论家指出 郭沫若动机不纯 毛若玄 学员这个戏 很可疑 像是在搞影射史学 这个问题很严重 没准你们的戏会被禁啊 毛若玄 你这扯得有点太远了吧 你这分明就是找借口和我们剧社作对 你们几个人 从一开始就干涉我们的活动 传不虚假消息 我记得当时大礼堂就是你传的吧 你要是再敢说一句有辱俱设的话 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们什么时候传 呀 小书生崛起了 对 我就是看不惯你们 你们每天排练 我们当苦力 我们这些饭都吃不饱的 去抬道具 是不是有点欺人太甚了 对啊 现在斗志来了 当时你们听说 建的是行政楼的时候 我看你们瞬间一个个就散了气 还说什么自愿筹款 我看都是被逼无奈吧 那是不是也是你们 特别是那个挑三拣四的男后 都高尚的把钱摊走 去见你们那个从来就不存在的大礼堂了 毛若璇再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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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我真是受够了 每天晚上顶着个煤油灯 在食堂里排练 各个地方奔波演出 演的还不是自己喜欢的角色 一点好处都没得着 这样也就算了 现在还要被你们这帮猥琐小人诽谤 受你们的气 我 从今天起 我退社 退社行了吧 你们谁演谁演 小姐 毛若璇 你看你说的是什么话 我怎么 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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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中的很多人都说向往西方的自由和民主 可自由和民主恰恰是建立在对不同意见者的宽容和妥协之上的 身为巨社成员 你们本应该更明白人情感的表达 善于化解矛盾纠纷 对于你们应该做的 我没有看到 而你们 为穷苦学生争取化语权 本应该用更成熟的方式 而不是捕风捉影 对于你们应该做的这些 我也没有看到 对不起 我知道 你们两个人搬道具 心里不开心 而且 巨社的一系列事情 也都让你们产生了误会 以后 搬道具的事情 我可以来做 我把这个巷子留给你们 两边都念目 只是长得不同 就像你们 立场看似相对 但实质并无太多不同 互相增进谅解 团结一致 才是你们应该做的 希望下次 我可以看到更成熟的你们 这堂课 我就不再继续了 下课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